那么接下来我们用eclipse去生成一个标准的学生类 并对它进行一个测试 好 这个学生类其实也是我们的扎尔并类 好 在这里右键点新键class 叫做studentstodint 其实就是对咱们刚刚的autoshift加s 再进行练习一次 老师带着你再练习一次 pivat 然后来一个strandname pivat然后来interage 来一起来吧 autoshift加s来一个c 空餐构造 autoshift加s来一个o 有餐构造 然后autoshift加s来一个r 生长setget的方法 那么生长setget的方法这里面 它有get有set对不对 你可以全选 也可以全部选 然后选择get或者选择set都可以 我们在这全选 OK 好了studentlay咱们就创建完了 创建完之后我要用一下它 因为它我到另一个包去用 m11 在这里面我去创建 这里注视掉 我创建一个studentlay student对象 student studentlay在bin包下 我想用它的话是得导包 在这里老师教过你哪块键 aut加起线 就可以帮我们去导包 来看导不导进来 是不是导进来了 导进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写对象的名字 叫s就等于了new一个student out加写线 然后呢就把这个有餐构造导进来 然后来一个张三 然后来一个23 syso 然后来一个s点get name 这个点呢 其实它也是个快据键 然后加上s点 大家看 我是不是还有这个get age啊 那除了get name get age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是来自哪里呢 来自于它的负类 object类 这个回头我们要讲这个object类 就会提这个事啊 然后s点get age get age 好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来运行 输出结果张三23 那现在这种开发 是不是特别方便了啊 创建一个student类 然后在另一个包下去使用 那么使用它的时候呢 创建对象 并对它 调用它里面的get name 和get age 这就可以了 好 这个知识点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